美中两国元首周四的通话释放出哪些重要信息 对于管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有何意义 我们现在来连线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昭博士 马博士你好 平章你好 马博士我们注意到拜习通话结束之后是中方率先发了通稿 那根据各个议题所占的篇幅来看 显然中方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台湾问题了 那中方在通稿当中说 习近平告诉拜登玩火必自焚 您觉得这是不是习近平在对美国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提出某种警告呢 应该这么说呢 中方的这个表态呢 实际上它是对三个不同的听众来做这样的表态 那么当然第一方呢 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政治领导人 那么因为佩洛西的议长身份 而且呢他和拜登总统的同属于这个民主党 这样的话呢 对于中在中方的眼中呢 这个国会与白宫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 在对台问题上达成某种这个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共识呢 这样的话对于中国来说的可能很难接受 那当然还有第二方的这个听众 那么他就主要是针对美方的这个盟友伙伴国家 因为中国呢不想出现一种所谓的跟风效应 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盟友在跟美国的这个整体的行动一致 那么也可能呢在访台问题上 或者跟台湾的政治交流方面呢 那当然还有一方面呢是主要是根据针对中国内部的听众 那么必然要做出一些一系列的政治表态 以强化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话语的这个主导权 或者说呢要撇清可能会出现的不利的政治影响 为国内的政治做准备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话 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佩洛西有可能的访台来谈的 但是这件事情无疑现在是美中关系当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觉得中国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警告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现在外界传言说佩洛西如果访问台湾的话 中国会派军机来扮飞啊 会在台湾的周围设立禁飞区啊 您觉得这些可能性会有多大 首先说呢当然中国有一系列的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或者说应对措施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军机扮飞啊 或者军机飞过海峡中线呢 当然也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比如说导弹试射啊 以及呢在一些其他美国相关的或者关心的国际议题上呢 制造一些杂音呢或者说不进行必要的合作 那这些都是一些可能预计到的 可以预计到的一些反应措施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对于这些东西 现在中方呢其实也很难确定 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言语的表达 和一些战略上的试探呢 能够彻底改变佩洛西访台的一些基本计划 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 可能事先的提前筑好一些篱笆 或者做好一些准备呢 这样呢可以适当的减缓这个访台对于美中关系的这种动荡性的影响 特别是呢为中国下一步呢采取行动的做一些铺垫 根据白宫随后发表的通稿 拜登总统在电话当中是向习近平强调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 不过通稿当中并没有说是什么政策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出了没有使用一中政策这样的字样 另外中方的通稿里面也说这个拜登在电话里面表示 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在美方的通稿当中并没有提到这句话 只是说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或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企图 您对此怎么解读 应该说呢从表面上看呢 这个其实是沿袭了美国对台政策中间 一直采用的一种战略模糊的这个基本态度 但是呢我们其实也应该注意到 在近期特别是这个近一年以来半年以来吧 其实在很多地方上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模糊政策的 现在的战略模糊和大概五年前 甚至于一年前两年前的战略模糊政策 实际上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呢 在以往提出到这个美台之间关系的时候呢 美国一般的官方政府表态呢 是先以中美上海公报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或者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为开始 后面呢再加上比如台湾关系法呀 六项保证这样的一些说辞 那么现在我们注意到呢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那么这种一中的表述 或者说上海中美之间的上海公报 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中方所愿意看到的 美方表态 实际上呢在他表态的这个次序上 甚至有时候在表态的这个是否能够出现 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也因此呢可以说呢 虽然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模糊的政策 没有发生这个重大的改变 那么美国其实也并没有很明确的 保证的要支持台湾 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表述的方式上 表述的顺序上实际上是有改变的 那么中国呢是想进一步呢 希望能够把这个战略模糊呢 还能够放在原来的中国所可以认可的状态之下 而不希望它向一个中国所不希望的方向去发展 您刚才说到只是一些表态的方式发生的改变 那为什么会要这样的改变呢 这个实际上和这个近两三年以来 特别是特朗普时期以来 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呢 在特朗普时代呢 美国呢已经开始 华盛顿已经开始大幅提高了 对台湾的这个关系和交往 那么到了拜登时代呢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两个方面 美台之间的互动呢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方面呢是 可以看出 在美国国内政治话语体系之内 那么台湾问题呢 已经比以前获得了更大的 更广泛的重视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呢也通过它的外交体系 盟友体系呢 不断将台湾问题呢国际化 也就是说呢 尽量避免台湾问题呢 由北京一家说了算 而是呢 应该是在一个国际框架之下来进行讨论 这样的实际上都是 提升了台湾的地位 那么进一步呢 使中国对台的政策呢 可能逼迫中国在对台政策上呢 放弃这个比较具有攻击性的表态 或者说呢 是稳定这个美国所希望的台海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么拜登政府呢 实际上做了一系列的表态 那么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战略蘑菇的 一种新的表述方式 也是这个整个美国对台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我们如果说这些都不构成实质性的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的话 您觉得这个在下个月很有可能会审议通过的 这个台湾政策法 算是构成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对台的政策的改变吗 应该说现在这个对台政策改变呢 是一个过程 现在呢也很难说美国到底改变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话呢 是美国是在一方面在试探这个中国对台 或者中国对于美台关系的一个底线 那么首先呢是要重新设立这个底线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像以前中国政府所希望 美国能够不断强调的所谓一中政策呀 防止台独啊 那么现在这个底线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至于说新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那么中国实际上已经划定了一条底线 也就是中国还是希望有一个两岸统一 还是希望能够使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合法代表 同时呢希望的这种两岸互动模式 包括台湾在国际生存的这个空间呢 按照北京的方式来设定 但是这个中国所划定的红线或是底线呢 实际上并不能够成为华盛顿 所接受的一个红线或底线 那么究竟这个新的红线和底线在什么地方 这个呢是双方不断地测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这个议长佩洛西可能的访台是不是也是一个双方互视底线的一个过程 在今天的拜祭通话之后 你觉得美中双方是不是有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或者是共识呢 我现在还看不到究竟双方的共识在什么地方 那么因为目前来说呢 中国所担心的是以往呢 这种由 因为我们知道以往呢 国会对于台湾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那么但是呢 这个作为白宫角度来说呢 从政策角度来说 外交政策角度来说呢 是相对来说呢 是偏向于一中或者说是防止台独的 但是目前来看呢 白宫从特朗普时代呢 就已经改变了上述的这个政策 而且现在在拜登时代呢 并没有回到这个特朗普之前的这种战略表态 这种战略模糊的表态方式 那么而且现在又出现的是白宫和国会 实际上是民主党也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么中国实际上也在观察 那么就是看到底这样的一种体系之下 那么美国究竟在这个挺台道路上能够走多远 那么中国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减缓这个趋势 或者说呢 是在一个新的一个底线上的达成共识 从中方的通稿来看 中方现在还很关心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经贸的问题 那习近平是专门提到 违背规律搞脱钩锻炼 无助于提振美国经济 也会将世界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不过在美方的通稿当中 对于这个问题是一个字也没有提 是不是可以说美方对于在供应链 与中国脱钩的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定的 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呢 首先说脱钩呢 或者说脱钩实际上 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 不是要不要脱钩 而是讨论的是在哪个领域脱钩 和如何脱钩 以及呢 如何尽量减少在脱钩过程中间 对于美国经济体系 和对这个世界供应链的一个基本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美方所讨论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预想或者可以基本能够判断 在高科技领域 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 在包括一些和美国国家战略 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里头 中美之间脱钩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基本趋势 那么当然呢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这也体现了美中或者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一个基本的态势 也就是说呢 在拜登政府眼中呢 中美竞争呢 主要是 它和美俄之间竞争是不一样的 美俄呢 可能是针锋相对的 在一些战略领域里头 直接发生冲突 那么中美竞争呢 实际上美国更多考虑的是 增加内力 就是说提振美国自身经济实力 提振美国自身在关键的科技领域的自给自足的能力 以及包括呢 这个在美国所关心的这个供应链方面呢 让它具有更强大的这个坚韧性 所以呢 这种链内功是美国对华竞争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像我们刚才 就像我们在昨天就看到了 这个美国通过法案 要提振这个芯片的生产能力 这个呢 应该说从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国内 然后呢 加强美国国内的竞争 这个经济发展实力 那么呢 然后呢 再和中国的一些关键领域进行脱钩 这个呢 是美国目前中美之间经济竞争的一个基本的态势 是 那说到经济竞争 我想追问的是 为什么没有谈关税 这次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但是双方好像都没谈 嗯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那么我估计呢 在关税问题的 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 或者说 一段时间以来成为一个问题 主要是美国国内面临一个巨大的通过膨胀的压力 那么现在来看呢 我们说呢 如果说要很解决这个通过膨胀的压力的话呢 那么关税呢 也有可能是一部分这个解决方法之一吧 但是呢 有两点 有两点事情大家要记住的 第一点呢 就是关税问题呢 因为它和整个中美之间贸易体系摩擦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在这个中美之间 这个系统性的贸易摩擦 贸易这个矛盾没有解决情况之下 很快的或者是很仓促的解决这个关税争端的话呢 其实在美国眼中呢 并不利于下一步的这种经贸谈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实际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白宫也表示 会在其他的场合来谈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马昭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 谢谢主持人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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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